今天给大家带来 封子凯的短篇小说 《生死关头》 往年我逃难到大后坊 有一回住在了荒山之中 附近的山都是峭壁 高树千丈 无人爬得上去 只有鸟可以飞上飞下 其中有一种鸟 名叫神鸭的 常在峭壁的凹处做磕 那些凹处好像一个平台 有一张床那么大小 鸟蛋生在这里 也不会滚下去 而且没有人或其他动物 能够上去偷他们的蛋 住在这附近的土人 有一种信念 神鸭的蛋 可以医治一切疑难杂症 是一种世间无双的良药 但是因为没有取得神鸭的蛋 无法证明是真是假 所以这信念在土人们的心里 越加坚定 凡有人得了重病 总要想起或说起神鸭的蛋 可是无法办到 只得听起死亡 我曾经听土人说过 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青年土人 姓王明毅的 从小却姓神蛋的林小 他家里有一母亲 他非常的孝顺母亲 但是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 常常多病 有一次病得非常危险 王毅买了各种良药给母亲吃 都没笑过 忽然他想起 若能取到神鸭的蛋 给母亲吃了 病一定痊愈 他便下定决心 一定要取得神鸭的蛋 他就独自深入荒山去寻找 他跑到峭壁底下 看见峭壁中央 有一处凹近的石床 离地大约有一百多丈 两只神鸭 闲着泥和草 正在飞进飞出 这证明他们就要生蛋了 但这峭壁 不止垂直 而且向外扑出 他徘徊观望 望见峭壁的顶上 有一株老树 枝干向外扑出 好像巨人的两臂 这两臂离开神鸭的坑 大约也有数十丈 他仰望这株老树 记上心来 若得从后面的山坡 爬上峭壁的顶点 用几十丈锁子 从老树竿上挂下来 用荡鞦签的方法荡过去 一定可以站在石床上 而且取得神鸭的蛋 这是唯一的办法 他回到家去 准备了一根又尖又长的锁子 又做了一支布袋 准备盛了蛋挂在身上 他再走进荒山 看见神鸭不再咸泥咸草 只是轮流出来觅食 知道蛋已经生下了 他连忙回家 次日早晨 他带了锁子 布袋和干粮 向峭壁后面的坡上浸发了 他爬山过岭 走了许多崎岖的路 到了下午 方才走到了峭壁顶上 老树的旁边 他向下窥探 看见数百丈之下的地面 一片模糊 他打了个寒盏 但是坚真的小心 恢复了他的勇气 他把布袋挂在背上 他把锁子的一端 牢牢地附住在老树的杆上 他把数十丈的锁子往下抛 于是他两手紧握锁子 一把一把地圆下去 他的眼睛不看下面 恐怕看了要心慌 前面说过 这石壁是不止垂直 而且向外扑出的 所以他的身体越圆下去 离开石壁越远 到了石壁凹处 神压生蛋的地方 他的身体离开神压的蛋 已经有大约两丈的距离 王毅看见雪白的两个大蛋 放在石床里边的草窝里 他想 取得这两颗神蛋 给母亲吃了 母亲的病豁然若失 我们母子永远团聚 岂非人间之制服 于是他用荡鞦韆的本领 将绳索前后摇摆 绳索摆荡的幅度越来越大 终于使他的脚踏住了峭壁 凹处的石床 他站住了 抽一口气 他把锁子的下端打一个圈 套在头颈里 于是他俯身下去取蛋 他把蛋装进了布袋里 挂在背上 不料一个尸首 他把头颈里的锁子圈摆脱 那锁子圈飞也似地荡了开去 他一时心慌意乱 不知所措 眼看见那锁子又荡回来 荡到离开石床两三尺的地方 又荡开去 在这数秒钟之间 他的聪明来了 他想 如果再不握住锁子 这锁子越荡越远 将终于垂直地挂在离他两丈的空中 无论如何拿不到手 到那时候 喉咙喊破 无人听见 跳下去 粉身碎骨 只有坐在这里饿死 想到这里 他胸中豁然开悟 他想到 锁子第三次回来的时候 若不拿到 就永远拿不到手了 只有死路一条 这是他的生死关头了 这些念头 只在一两秒钟之间 掠过他的脑迹 锁子第三次回来了 离开石床 有三四尺之远 他毅然决然 奋身一跃 果然抓住了锁子 他两脚踏在圈子里 抱住锁子 抽一口气 然后慢慢地圆上去 他爬上树竿 走下老树 坐在地上 放声大哭了一回 接着又放声大笑起来 然后背了神弹 下坡回去 他的性命 是他的毅然决然的果敢力 所换来的 是他的聪明 所给予的 至于神弹 是否真能医好 他母亲的病 我没有详细查明 我讲这故事的性位 全在抱住锁子这一段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也许要心惊肉跳 但只要你有毅然决然的果敢力 只要你聪明 也就不怕了 1946年